我们接着刚才的来说 就这个绘画层 绘画层刚才也说到 它的一个作用的话 是不是要配合着我们这个传输层 是不是来完成的 对吧 也就是说是负责建立维护和 拆除我们的这个绘画 你看其实你看对它的这个描述 看123这三点 这要作为了解机可不用去记了 当然你看就是提供两进程之间 也就是建立维护和结束绘画的 这样的一个连接功能 其实两进程之间 它其实只要你拿不住我的 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的话还要去管理我们的这个绘画 以及我们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同步 这个数据同步的话 其实就是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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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是我们所说的绘画层 绘画层它的一个作用 其实就记住这一句话就可以了 负责建立维护和拆除我们的绘画的 你看下面这句话就是 在实际的话就是我的传输层和绘画层 一般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结合着是不是去使用的 对吧这点去明白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两层 最后两层的话我们说是 也就是表示层 表示层的话 它其实也就是说是 它主要就是表示数据的这个形式 然后最关键的一个作用的话 大家就记这一句话就可以 在表示层的话 其实就做一件事情 就是对我传输数据 完成对传输数据的一个转化 这个转化的只有三种方式 这三种方式是什么来着呢 就是把这把这三句话啊 就把这三个三关键词去添加在我们的这个后面啊 就是完成对传输数据的这个转化 然后的话就是 这转化方式的话分三种 一个是格式化 一个是加密或者解密 一个压缩 一个是减压缩 咱先把这个接下之后的话 然后我再来去讲啊 谢谢大家 各种立护数据 这个吟数据 就是帐数据 那我们 Estávolpark契 掌浪 有型到点 把它收缩 recht 向格假计 毛 感谢观看 我们来看 表示槽 它所做的这三件事情 第一个格式化 这个格式化可不是大家理解的 我们现在所说 格式化是不是相当就是把所有的数据 给干什么的 是不是给清了 你比如说把我的这个U盘 或者把我的这个硬盘给格式化 一般就是把所有的数据给清了 但是在我们表示槽里面 这个格式化 我可不是说到这程度 我现在看到 他其实呢就是 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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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格式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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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格式化 这个格式化 然后第二个 进行的 然后 谢谢观看 这是我们所说这个表示层 然后第七层的话是我们的什么来着 是不是应用层啊对吧 应用层的话啊 它就做一件事情啊 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应用 提供对应用程序的一个网络支持啊 就记一句话啊 就是提供对应用程序的网络支持啊 它虽然这写这么多 但是大家要去做一个规则啊 就是提供把这个所有啊 给改成一个提供 提供对应用程序的网络支持提供啊 应该是提供对应用程序的这个网络支持 其实说简单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应用程序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所说应用程序的话 它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应用层里面去安装着的 也就是说我当前我的这个应用程序需要用到网络的一个支持的话 就由我这个应用层来去做提供的啊 来去做提供的 提供应用程序的这个网络支持啊 这你看这儿 这儿这个应用程序的话 大家明白啊 就是咱们所说的 是不是就是咱现在用的这些 你可以理解 是不是就这些软件啊 对吧 也就是说我这些软件 如果需要用到这个网络的一个支持的话 其实都是通过我的这个应用层去给它提供的啊 去给它提供的 就是这一句话就可以了啊 当然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提供这个用户的服务啊 你像事务的一些处理文件的这个传输数据这个点 检索是什么意思啊 对一般就是查询嘛 对吧 或者你可以想起来说 就是有条件的一些搜索和有条件一些查询 以及我们所说对当前这个网络的一个管理啊 等等等等的这些啊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应用层的 对它所做 它所做的事情啊 就是提供这个网络的一个支持 只要我当前某一个软件需要网络的一个 网络的一个使用的话 那我应用层的话就要去对它进行无条件的这个支持作用啊 这是啊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OSI 那模型这七层啊以及每一层的话都有自己的啊 都有自己的一个用处或者都有自己的一个作用 咱们简单的去总结一下吧啊 我放哪儿呢 这我放在这个 放在这个资料里边吧啊 大家来说我来写啊 也就是说首先第一层的话 我们说是什么来着 是物理层啊 对吧 我这我这我这倒着写这写的挺葡萄的啊 物理层最上面的话 我们说是数据是不是链路层 对吧 是链路层再往上走的话 是我们的这个是不是网络层啊 对吧 也就是网络层 网络层再往上去走的话 是是不是传输层啊 对吧 传输层 然后再往上去走的话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呃 绘画层 绘画层再往上走的话 是不是表示表示层啊 然后最后一层的话 我们说是这个是不是应用 是不是应用层啊 对吧 你看这是不是这七层嘛 对吧 这七层的话 也就是说 我给大家准备个标题吧啊 这个是OSI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RM 然后的话 模型结构 对吧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型结构啊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说 首先我们的这个物理层 对吧 物理层所做的事情的话 其实就一件事情的话 我们说是传输 是不是二进制啊 二进制 是不是这个比特流啊 对吧 比特 比特流 然后的话 这是它的一个 是不是一个作用啊 对吧 然后呢 数据链路层的话 就是说是 它是干什么 是不是将我们的这个 上层数据 然后是封装成 是不是封装成真啊 对吧 也就是说 其实说白了 就把二进制 是不是转换成真的 这种数据类型啊 对吧 也就是数据链路层 所做的事情 然后网络层的话 我们说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的话 我们说是负责我们的这个路由 是不是路由群 这样明白路由群 这概念啊 就从一个接口 在路由器上面 对吧 从一个接口 接收到数据包之后 根据这个数据包 所携带的这个目的地址 进行定向转发到 另外一个接口的过程啊 这个这个一定要去明白啊 然后的话第二个事情 就是什么来着 是不是就广播啊 对吧 广播的话 我们说其实就两件事情 要么发口消息 要么是接收消息啊 然后传书层的话 他的这个 动的话 对 也就是说是负责 负责建立一个可靠的 对吧 可靠的这个端到端的 是不是连结啊 对吧 端到端的一个连结 而这个可靠端到端连结的话 其实三方面的 一个体现 对吧 一个是绘画的一个 什么来着 是不是建立 然后的话 我们说绘画的一个 维护到最后的 这个什么来着 是不是拆除啊 或者撤销 对吧 那这个是受谁来监督的啊 是不是有绘画层啊 对吧 也就说是 我就简单提起来 它其实就起了一个 是不是监督的一个作用啊 对吧 也就说保证这个 建立维护和拆除 我们的这个绘画啊 然后呢 表示层的话 我们说主要就是完成 是不是对 也就是完成对传输数据的 这个转换 对吧 这个转换的话 就是三种方式 第一种的话 就是这个格式化啊 对我数据的 也就说是这个加密和解密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压缩和解压缩 加速一个要求啊 这三点一定要去 是解压缩 对吧 解压缩啊 然后的话 我们说表示层 对吧 表示层的话 主要就是提供 是不是网络的一个支持啊 对吧 也就说是 完成啊 完成对应用 应用程序的这个 网络啊 网络的这个支持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这几个啊 这几个就是这七层啊 七层已经每一层了 作用顺序可千万别记错了 别错了 这是我们所说这个 OSI和IM模型啊 由这个模型的话啊 我们这个说的话 我们来看另外的一个 就是另外的一个支持点 就是在计算机网络 体系结构当中 它的这个通信原理啊 通信的一个原理 这个通信指导是什么含义啊 其实要么是 对 也就是信息交流嘛 对吧 也就是信息交流的一个过程 应该遵循的一个原则啊 也就是说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的 这个通信原理的话 它是包含两个方面的 第一个方面的话 叫做数据通信原理 第二个叫做 对等绘画原理 这两个原理的话 基青组 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缺了谁都不可以 也就是说 整个 在我的这个网络体系当中 我的数据的这个发 不管是发呀 还是接呀 就是说我遵循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或者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 其实就是这两点 大家先把 先把这两点给加来 加之后的话啊 我们拿实际的这个传输过程 来和大家去说明一下 就是说 它是怎么去体现 一个软件 或者一个应用程序 就在发和接过程当中 完成对我这个数据的一个操作的啊 先把这个给加来 就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 通信原理 它包含了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数据通信原理 一个是对等绘画原理 好 你就能让我来点授 那就不是 我来讲 我来讲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数据通信原理的话 他对于当前我的这个信息 或者我的这个数据 再去进行操作的时候的话 他走的一个流程 你看首先来看第一点 数据通信原理的话 就是针对 也是针对两个端来说的 就是一个是我的这个发送端 一个是我的这个接收端 我们看 首先来看发送端 发送端的话 你看他对于这个通信的话 你看他遵循的一个顺序 是什么来着 是不是自上而下的一个传输 人家还告诉你知道什么来着 是物理层啊 那说白了就是从哪一层开始的 是不是应用层啊 对吧 从应用层一直把我的这个数据 先交给谁来着 是不是交给我的这个 是不是物理层啊 对吧 那有同学在想着说 那这个时候说 你不是说第一层是物理层吗 这怎么发送端的时候的话 怎么把最后是物理层 放在最后来接收数据了 大家去回想一下 咱刚才在去讲应用层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应用层的一个作用 它是不是完成对当前 是不是应用程序的这个 是不是网络的一个支持啊 对吧 今天是完成应用程序 网络的一个支持的话 刚才也说了一句话 我说咱们所说的这个应用程序 是不是就咱的软件 对吧 咱们软件都是放在哪一层里面的 是不是应用层啊 对吧 举个最直白的例子的话 咱来看一张图啊 那说白了就是 假如你看 这是我的这个数据的这个 是不是发送端 这是我的这个接收端啊 对吧 大家看着这个原理图啊 我找了一张图啊 给放在这啊 大家看这张图 也就是这是发送端 我们说过 应用程序 是不是都在哪一层来的 是不是应用层啊 对吧 假如这时候的话 我们以QQ为例 对吧 我的QQ是不是就是一个应用程序啊 对吧 应用程序的话 那应该在哪来的 是不是应用层啊 对吧 那我发的时候的话 大家去回想一下 是不是就是通过我的这个QQ 是不是实现文件的这个发送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对吧 比如说这是我的发送端的 我的QQ 这是我的接收端的QQ 那这时候的话 比如说发文件的时候的话 我是不是通过 我发送的这个QQ 是不是先给发出来啊 对吧 发出来之后的话 那我既然要进行发送的话 我是不是要用到这个网络的一个支持了 对吧 那我应用程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开始起作用了 对吧 提供之后的话 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啊 就是在我们实际当中的话 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就是把这个QQ 是不是发送到这个Q 是不是就完事了 对吧 其实不是的 也就是说他发的时候的话 也是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就是先拿上我发送端的QQ 是不是从应用层开始走啊 对吧 其实就把这个文件 从应用层一直往下传 传递给谁来着 是不是传递给物理层啊 对吧 传递一个物理层之后的话 再用我的发送端的这个物理层 再传递给我 接收端的这个物理层 我的接收端物理层 接收到之后的话 再用物理层在干什么来着 是不是自下是不是在向上的 是不是一个传输 是不是传输给我这个QQ啊 对吧 这才是他的这个传输的这个过程的 只不过这个过程 我们说是不是看不到啊 对吧 因为这是在网络当中完成的 咱最终看到的 是不是就是从某个 从这个发送的QQ 是不是直接到我的这个 是不是接收端的QQ啊 对吧 这个过程咱们是看不到的 咱们看不到的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个原因 就是从上而下 以及自下而上的话 其实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 第一个啊 就第一个 也就是说是叫什么来着 你看在这儿的话 就是说 数据通信员里的话 就是发送端的话 是自上而下的传输 想想刚才我们的这个QQ 对吧 发送端QQ 把我们的这个文件 从应用层传递给我 到我的这个物理层 传到之后的话 你看我的接收端的话 是不是又正好 是不是和它相反啊 对吧 就变成是自下而上的一个传输 也直到我们的这个应用层啊 也就是说这两个传输方式啊 正好相反的 就是发送端是自上而下 接收端是自下而上的一个传输 大家把这两段话给补充在旁边吧 行吧 也就是说这两端 他们的这个传输过程是不一样的啊 发送端是自上而下的一个传输 接收端的话是自下而上的一个传输 就叫画红线展 然后框号里面不用去解啊 这个接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根据我们这个数据通信原理的话 咱还回到这张图上面啊 回到这个通信原理图 咱刚才说过 也就是说我发送端QQ 去发送一个文件数的话 是不是从我应用层开始 是不是一直往上选 是不是传到我这个是物理层啊 对吧 然后呢 在我这个发送端的这个物理层 交给谁来着 是不是交给我的这个 接收端的这个物理层 对吧 接收端物理层 接收端的这个物理层 拿到数据之后的话 遵循一个原则 是不是有自下 是吧 而上的一个传输 是不是在传输给我的这个 是不是应用层啊 对吧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看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来看这一模块啊 我的这个发送端的物理层 到我接收端的物理层 是不是就正好 是不是就是第二个特征的一个出现 叫做什么来着 他们俩是不是在对着的啊 对吧 而且是不是物理层等同于什么来着 物理层 是不是到第二个特征 是什么来着 是不是对的 绘画是不是原理了 对吧 对等绘画原理的话 其实就要求就是说 如果你想实现数据的一个传送的话 必须这两层一定是干什么来着 是不是对着的 对吧 也就是说我的物理层 对我发送端的物理层 对应着我接收端的什么来着 是不是物理层啊 对吧 你不能说我发送端物理层 然后直接把我的这个数据 交给我的这个网络层 或者交给我的这个传输层 这肯定是不允许的 也就是说我发送端的这个物理层 对应的是我接收端的这个物理层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体现出来 我的这个对等绘画原理了 对吧 因为你要去想着说 如果我这两个物理层 不做任何交流的话 你能不能把这个QQ的文件 发送到我接收端的这个QQ啊 是不能啊 对吧 也就是说我得找到一个 可以传输的一个桥梁 而这个桥梁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物理层啊 也就是说像这样的 从我发送端的物理层 把数据传输到我接收端的这个物理层的话 其实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数据 而不是 这个第二点就是对等绘画原理啊 对等绘画原理 你如果这点不太好理解的情况下 我教你们怎么去理解呢啊 大家去回想一下 咱上周讲个一个知识点 我们所说在讲第一章说的话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有些书上面去体现说 计算机只识别什么来着 是不是零和一 这句话我当时我是对的吧 对吧 因为我们说只识别零和一的话 就是说它最终这个零和一 是不是指的是二进制信息啊 对吧 而且我们在讲计算机体系结构的时候 红诺一曼请提出来 第一点是 也就是说将 也就是说以二进制的形式来表示什么来着 是不是选合指令啊 对吧 所以说你看 也就是说你既然计算机 它只识别零和一的话 这七层当中只有哪一层是二进制 数据是二进制的形式的啊 是不是就是物理层啊 对吧 那肯定也就是说 从我这个应用程序 在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的话 往下传传传 肯定要传到物理层 是不是转换成二进制啊 对吧 转换成二进制之后的话 是不是再把我的这个二进制信息 是不是交给我的这个 是不是接收端的 对吧 其实也就是说 它在这也是接收到我物理层的这个信息 然后再遵循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资下 网上的一个传输啊 再往上传输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 数据通信原理的一个要求 就是说 我发送端和接收端 对于数据的一个通信 它的这个方向啊 方向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自上而下 一个是自下而上 而真正实现数据的一个交流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对物理层 也就是对等绘画原理的一个体现嘛 对吧 也就是说 你看对等绘画原理的要求 就是我的发送端和接收端 只有在什么来着 是不是对等层面啊 对吧 对等层面的话 我们说才可以进行我们的这个通信的啊 才可以进行通信 当然把这句话给接下来啊 发送端和接收端只有在对等层才可以实现通信的啊 对等层面的话 卡了哈 那我再切一下 应该是网络之后 网络可能有点问题 因为我这边切的时候就卡了 现在呢 开始卡 你把红蜘蛛进程给 Ctrl Alt Delete 然后选择那个注销 Ctrl Alt Delete 你看快捷键啊 对 然后你先让它注销这 看你同桌的吧 行吗 你看就是说 为什么也在对等绘画园里 这一块就是说 我的发送端和接收端 只有在对等层面才可以进行通信 也就是说 不同层面是不允许是不是支持通信的 对吧 这是因为的话 也就是说是 每一层当中 对于数据的这个表示形式是 不一样的啊 就是说不同层次 你看传输的数据格式是干什么的 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个不一样在哪去体现呢 咱们来看下面这一块 这先不用去记啊 以后我教你们简单的方法去记啊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层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数据在第一层当中 我的物理层当中 你看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传输的 这比他留就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二进制啊 对吧 以二进制的方式来进程 然后呢 到我数据链入层的话 我的这个传输数据类型方式 是不是改了啊 是不是改成谁来着 是不是改成真的这种方式 是不是传输了 对吧 然后再往上去走的话 你看到我网络层的话 你看数据方式 是不是又发生改变了 对吧 应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是不是分组啊 对吧 这个分组 等会我给大家去介绍 去说是什么意思啊 咱先来看它 先看不同啊 等会咱说这几个数据单位 分别代表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到传输层的话 是不是又变了 对吧 应该变成什么来着 是不是报文 或者是报文分段 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对吧 然后呢 上面三层的话 他们是以报文的这个方式来去传输的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几个数据单位啊 这是几个数据单位的一个描述 呃 这个二斤之我就不再去说了吧 对吧 就两 二斤之里边就两个数 要么是零 要么是 是不是一啊 对吧 我这个能看到吗 可以哈啊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针啊 这个针其实刚才我简单说 它其实指的就是 呃 对 数据比较小 就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小的一种 数据单位啊 数据单位 你看不管是 呃 针啊 比特林啊 然后的话 分组呀 报文还是报文分段啊 你就记清楚 它只是网络当中数据传说的一种单位 一个单位而已 或者一种表示形式而已啊 你看就说分组的话啊 分组的话 你看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来看它一个描述 也就是说大多数计算机 你看在网络当中都不能连续的干什么来着 是不是传送任意偿的这个数据啊 对吧 那这样说怎么办呢 你既然不能传送任意偿的数据 是不是就要把这个实际上在传的过程当中 这个网络系统就要把这个数据去进行一个什么来着 是不是分割啊 对吧 分割成小块 然后呢 是不是分割小块之后的话 是不是一块一块的进行什么来着 是不是进行发送啊 对吧 那这个小块的话就被叫做什么来着 是不是就叫做啊 是不是分组啊 对吧 其实就就像呃 举个例子啊 你就像咱们班 比如说这会是30来号 30来日 对吧 30来日的话那后期比如说你们做项目的时候的话 那是不是就要进行小组的一个划分啊 对吧 比如说五个人一组的话要分几个小组啊 是不是六个小组啊 对吧 也就是说 那这个时候的话相当就是一个项目 也就是说是需要你们每个小组单独去完成 那这一个小组的话 其实相当是不是就是一个分组的一个体现啊 对吧 就是说把它单列出来 然后去做某一件事情啊 去做某一件事情 这是啊 这是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分组啊 你简单理解为就是数据量大了 然后我把它给分隔开啊 分隔开之后的话 这就叫做分组啊 然后这个报文分段啊 报文分段的话 它这个单位的话就比较 就是包含的比较广了啊 包含比较广 它指的就是我当前在进行数据传输过程当中的话 你看对于我这些数据进行不断的什么来着 是封装啊 对吧 我们说封装是干什么 是不是就是转换啊 对吧 也就转换成 也就是说有可能转换成 是不是分组的这个形式啊 对吧 也有可能转换成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数据包的这种形式 还有可能的话 是不是转换成谁来着 是不是转换成真啊 对吧 这个报文分段的话 你大家要去记住 就是它对于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话 它存在着不确定因素 这个不确定因素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实际传输过程当中的话 你是不是没办法确定 它会转换成到底是一个具体的 是不是什么样的一个 是不是数据格式啊 对吧 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就是报文分段啊 就是说它最终转换出来的这个格式啊 是有多个的 是有多个的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报文 报文的话指的就是你一次性要发送的这个数据块 这个数据块不管有多少 就是说你只要是一次性所发送的话 它其实都被称之为叫做报文啊 其实那就是你一次性要发送的这个信息 或者一次性要发送的这个数据 都是以报文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的啊 这个其实就是 你看啊 不管这几个怎么去描述 你就清楚 你会发现它都是针对谁来说呀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传送了这个数据啊 对吧 只不过对我传送了这些数据 进行不同的一个类型划分而已 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帮助我把这个数据 是不是给传送完成了 对吧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就是对等绘画原理啊 对等绘画原理 也就是说是要明白 只有在对等层可以通行 为什么 是因为每一层的这个数据类型传输的 就是传输的这个数据格式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说在这儿的话啊 去找到刚才在最开始讲述 我是不是让大家把那个 是不是写了一个架构啊 对吧 找到那个架构之后的话 你就在每一层后面都打个括号 然后就把这个格式传输数据格式给加了 你比如说物理层的话 你就在旁边括号括弦 你写个什么栏 是不是写个比特流 或者你写个二斤质也可以 然后物理层的话 你括号括号旁边写一个什么栏 是不是写一个真 对吧 网络层的话 你就写一个分组 传输层的话 就是报文或者报文分段 然后这三层的话 你就打个大括号 或者你就写一个报文就可以啊 找到刚才的那个那个 让大家去写那个原理图啊 模型图 嗯 多小 这这 这不是谱啊 这是PPT啊 哦 哦哦 您说这个 这个谱是吧 嗯 哦哦 您说这种啊 是吧 哦 您说 那叫退出全屏啊 您说退出全屏就行了 下面这几个 其实你们不用去记啊 这只是就是 传输 传输的这个数据表 是方式而已啊 我继续偷一带 也认为 没有 传输的这个过程 事项门 事项底下 你们说 你 真的有什么事 对 没有 我 你 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寄完了吗 然后下面不容器啊 下面 寄完的同学的话 先看这句话啊 再看下面这句话 先自己先过一遍啊 就对等会访原理 除了他这个可以通信讯完的话 他对于数据在传输过程当中 也是有要求的啊 提到块的同学 先看下面这句话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句话 我还是得全评的 我讲课还是得全评 我们来看一下 就下面这一话 就是说除了按照我们的这个对等词来进行通信之外的话 也就是说我数据不管是从我的这个发送端的应用层到物理层 还是我接收端的物理层到应用层的话 也就是它对于数据的通信过程也是要去做一个处理的 这个处理怎么去实现呢 我们来看下面这句话 也就是说我的发送端 先看这个发送端 接收端先不管它 我的发送端的话 也就是说每经过一层 除我们最后层之外 你看每经过一层的话 都要在我原来传输的这个数据前面要进行一个什么来着 是不是协议封装啊 对吧 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新的词 是不是叫做协议封装 对吧 这个协议封装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最前面啊 就是在你传送的这个数据的最前面 加装一个本层所使用协议的一个 是不是协议头啊 对吧 那我说我发文档的时候 我怎么没见这个协议头在哪 我发个文档 人家接收完之后是不是还是文档的一个原型啊 对吧 那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也就是说添加这个协议头的话 也是在我们这个网络当中去实现的 也就是说你接收到这个文档的时候的话 其实就已经进行什么来着 对 其实下面还有一个词叫做什么来着 是不是协议解封装啊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啊 咱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我今天会发给大家的啊 你们站在笔记当中 因为这张图啊 我找了半天 这个还算是相对来说啊 比较靠谱或者最接近的这个数据通信员里头 把这两个层次都放在里面了啊 我们先来看我的发送端啊 发送端的话 我们刚才看 假如这是有个data 这个data这个单词翻过来 是不是就数据的意思啊 对吧 假如这是一个数据 根据我们刚才的一个要求的话 也就是说 在我的发送端 是不是每经过一层 是不是要进行是不是协议封装呢 对吧 这个协议封装的话就要指的是 每经过一层 是不是加上这一层 是不是对应的这个 是不是协议的一个协议头 对吧 那现在的话我们来看啊 我原始的数据是不是就data 对吧 data走到硬层的时候的话 大家来看 我前面是不是加了一个谁来的 是不是h 是不是加了一个协议头啊 对吧 然后呢 再往下走 表示层 因为我发送端数据 是不是就自上而下的一个传输啊 对吧 你看 我又走一层的话 是不是到表示层啊 对吧 表示层之后的话 你看是不是又加了一个什么来的 是不是又在原浆的机房 是不是又加了一个 是不是协议头啊 对吧 然后你看 往下走 走这绘画层有没有加呀 是不是加了 对吧 然后传输层呢 有 是网络层 一直到我这个数据链层 你看 每经过一层 是不是都加一个 是不是本层所使用的这个 是不是协议头啊 对吧 这个协议头的话 大家记清楚啊 是不用在人为来进行添加的 也就是说 你一旦把你传输的这个数据 或者传输的这个文档 交给我的这个网络之后的话 也就是说 网络在实现传输 或者在通信过程当中的话 它自动的就会给你添加一个 协议头的 所以说这个你们不用去担心的 你说我是不是还得自己来去添加啊 不会的 这个是由我的 是由我们的这个网络 自动来去完成的 但是你要去明白啊 它每经过一层 都要去添加一个协议头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协议封装啊 协议封装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物理层 然后物理层之后的话 你看相当这块是不是就是 全部是不是给封装起来的 这个数据啊 对吧 封装数据之后的话 是不是要交给谁来的 到这儿是不是交给我的谁来的 是不是交给我的这个 是不是物理层啊 对吧 交给物理层之后的话 我物理层接收到数据之后 它遵循的严格 是不是自下 是不是向上的一个传输啊 对吧 对 也就是说其实到这儿的话 就要进行一个什么篮子 是不是就是一层一层的 一个进行一个 等会啊 我把这个来往这来看一下啊 我把这个往下拉一下啊 你看这样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也就是说我的接收端 你看每经过一层 都要对原始的这个数据 进行什么来的 是不是协议解封装 对吧 协议解封装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是 是不是要去掉原数据前面 等是不是这个上层协议头啊 对吧 咱俩再走一下这个流程啊 大家回到这个里面 那现在的话啊 你看啊 这样说的话 这一点我和大家去说明一下啊 因为这个铺片原因 它这部分是不是 没有给罗列出来啊 对吧 咱接收端的话啊 还拿这边来说啊 交端的话 交数据自下而上的传输啊 那相当于就是 走到数据链路层的时候的话 把谁给去掉了 是不是th 对吧 别看这边啊 往这边来看 走网络层的时候 去掉的是谁来的 是不是th 然后传输层的话是th 绘画层是sh 表示层是ph 应用层的话是h 然后应用层走完之后的话 是不是就是啊 是不是就是你原始的这个数据了 对吧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 别人发的是什么 我接收的 是不是就是什么 对吧 这其实就是我们走的就是数据 接收端 也就是说它进行这个协议封装啊 协议封装你记清楚 记清楚 每走一层就去掉前面的这个 对添加这个鞋头 直到最后还原成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原始的这个数据啊 对吧 这个其实到这的话 就是说这两个方面的话 其实就构成了我们的这个数据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计算机的这个通信原理啊 通信原理 也就是说 首先第一点要求 我的发送端 对于数据的一个发送 是不是按照 是不是自上向下的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传输啊 对吧 你就拿我 如果你觉得不好的例子 你就拿我这个QQ来说啊 我QQ的话 要去发送一个数据 那发送这个数据的话 先有我的这个应用层 然后的话 是不是一直交给我的这个 是不是物理层啊 对吧 然后交给我物理层之后的话 怎么去给我 怎么把这个物理层的数据 是不是接收 发送给 或者交给我的这个 是不是接收端的这个 是不是数据啊 对吧 那这个时候的话 是不是就按照我们的第二个要求 就是 是不是对等绘画原理 对吧 对等化原理要求 是不是只有在对等层 是不是才能实现 数据的一个 是不是通信啊 对吧 那也就是说 这样说的话 采用对等绘画原理 把我发送的物理层的数据 是不是接收 交给谁来的 是不是对 交给我接收端 物理层的这个数据 交到之后的话 我们再遵循一个原则 是不是自下 向上的一个 是不是传输啊 对吧 也就是说 其实你看 走走走 在每一个封装 封装完成之后的话 再往上走的话 是不是就捡封装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计算机的这个 叫什么来的 对就这个 什么切过 就是计算机的这个 网络体系的这个 通信原理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 这两个原理一定是 相辅相成的 谁业力不开心 你说不能说 我就遵循一个数据 通信原理就OK了 可不是的啊 可不是的 因为你要保证 我发送端的数据 是不是怎么交给我的 这个接收端啊 对吧 只有在对等层的时候 才能进行这个交换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这两点 大家一定要去明白啊 这块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一定要去明白 这是根据我们的这个 OSI海岸模型的话 去推导出来 我们当前的 这个原理图啊 这个图的时候 你看大家 在去做分析的时候 你就别再看右边了 因为右边是 这张图是没有的 对吧 正常应该是 正常情况 是不是应该类似 就是一个三角的 这个形状了 对吧 这边也是走一层 少一层 走一层 少一层 是不是最后还原 是我们的这个 data啊 或者我们data 这个啊 这个要去明白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 数据通信原理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 是不是第二个模型了 对吧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TCPIP模型啊 TCP模型的话 在这 在这一点的话啊 在这块 我还给大家去规划一下 重点啊 也就是说 你们在联听 TCPIP协议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一层的 我们在这个模型上 我们在这一层的 我们在这一层的 我还给大家看 我们在这一层的 这一层的 在这一层的 我们在这一层的 可以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if there is n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经常其实这俩经常会有人放在一块来问 就问你这个TCIP和OSI模型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一同点 因为他们本身都是属于网络这一块的 所以说他们经常会放在一块来问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来看 TCIP的话就相对于我们的这个OSI模型的话来说 就是划分成了这个四层 这四层的话我们先不要着急去记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第一层的话是谁来的 是不是网络接口层啊 还是记清楚啊 还是从下网上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 第四层啊 第一层的话我们说是网络接口层 然后第二层的话叫做互联层 有时候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网络互联层 然后第三层的话叫做传输层 第四层的话是应用层 你看这个时候这是TCIP的四层 这四层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不是和OSI是不是做了一个对比了 对吧 也就是说网络接口层也就是说 这时候它对应的是什么来着 是OSI的数据链路层和什么来着 物理层 那反过来来说我问大家 我说OSI模型也就是说网络接口层的作用 是不是就把数据链路层和网络层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都给它管了 对吧 那也就是说网这个OSI模型 网络层所做的事情是变成什么来着 是变成互联层了 对吧 然后呢传输层还是对应的是传输层 那我应用层表示层绘画层 这三层所做的事情 通称为叫做什么来着 对也就是说在TCIP当中的话 是不是都是交给我的这个 是不是应用层来做的 对吧 其实你会发现啊 虽然它是另外的一个协议 但是呢 它所做的事情的话 它和OSI模型每一层所做的事情 几乎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两层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交给我的这个 是不是接口层啊 对吧 然后网络层是交给我的这个 互联层 传输层的话 交给我的这个传输层 然后应用层表输层 画层所有事情都交给我的这个应用层了 所以说你看 不要这个TCIP的话 你会发现啊 咱下午再去讲的时候的话 它的每一层作用啊 几乎和这块都是一样的 都一样的啊 这是这四层啊 这四层 具体每一层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包含哪些协议的话 咱下午再来去说啊 大家去吃饭吧 去吃饭吧 我去吃饭吧 去吃饭吧 我去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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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